我今天看到各位我觉得很高兴 因为我知道说 今天新书发表会就这个 到九点之后好像后面还没有场子 怎么说呢 我上次新书发表会会 后来发现很多人来这里 结果是下一场的这个苏打绿的粉丝 所以我知道今天各位来到这边 我很确定 大家是为了这个范姓慧跟着节气去旅行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在这边来分享这本书 我觉得一方面我自己觉得很有意义的原因 当然也是因为昨天是世界地球日 大家都知道 因为今天特别穿了世界地球日的这个衣服 来这个表扬我们这个旅行洞 这个旅行洞当然就是很大的一个部分 除了这本书之外 跟各位所有人分享这本书之外 我想这个作为父母怎么带着孩子走入自然 那么跟着节气的一个氛围呢 跟着节气的脉动去旅行 也是我觉得我们要展现对于地球的关心 对于台湾这片土地关心的实际的行动 等于说这本书虽然写了十年的故事 从1999到2009这段时间呢 我的一个历程 但是呢 最后陪伴我这两年的把这本书做完 那真的要好好谢谢我们这群远流的编辑的好朋友们 那让清卉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把这样的一个书跟更多的人分享 当然也要在这里谢谢陈品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场子 那让清卉能够在短短的时间 待会儿呢把我们这个跟着节气去旅行 这个背后最重要的一个自然的思维 特别是自然当中的陪伴关系 那我做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过去前面几本书 我写的都是自然生态的书 也就是说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自然生态的观察者 我过去十几年都是跑台湾很多地方 做了很多台湾的自然生态的记录跟科学的报道 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的 把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私房的这个故事 结合我长期的自然观察 试图把它结合起来 但是大家呢透过亲直的这样的关系 去了解其实去了解台湾这片土地 了解台湾这一片土地的自然埋动 来讲过去十几年来 我做了很多自然教育 我很习惯到野外去单打独斗 然后去记录野外的自然报道 我觉得非常的自在 那可是我有了孩子以后 对于一个常年在田野工作的人来讲 其实是会觉得说 好像我永远都不太可能 在像以前那么洒脱了 去大自然可以去任由我去也许在野地啊 去录鸟的声音啊 去做很多的部分 然后发现说好像那部分的梦想都得要停止了 但是呢等我真的在1999年那时候怀孕之后 等我开始生了孩子以后 我觉得说其实呢 我也可以试着把孩子带在我的身边啊 跟我一起去走啊 所以对我来讲 那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 也是一个 我觉得是重新让我 对我过去的一个自然生态的一个观察 反而是有更深化的一个部分 我自己在回溯这本书的时候 我是一直在寻找一个所谓的民意 民意期大家有听过就是说 这个小鸭子生出来 第一个就破壳以后看到的人就当作妈妈 那其实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民意期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其实我自己的民意期在这本书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试图去寻找那些童年的记忆 那其实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个故事啊 那很多的内容其实我都没有办法说得很深入 但是呢 更多的资讯会在这本书当中 那其实我这样说好像有点像我小时候 在这个上浮习班的时候 老师每次在讲说这个解答题啊 所有的答案都在老师的参考书里面 所以当然我这个跟大家这个点击就卖了一个关子 很多的故事是放在书里面 我只能这个蜻蜓点水 把一些小小的这个内容丢出来给大家 那我这边这本书实际上说 其实我们要寻找那样的民意期 所以父母呢 如何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 去寻找那种民意的一个部分 也许是童年的某一段记忆 那那个部分会成为他后来自我追寻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画面的来源 我在这做这本书的这个内容出了以后 其实很多的人对他的一个最大的好奇就是说 你为什么可以让你的孩子老是光着脚丫跑来跑去 难道你不会怕说这个草地上有这些狗搭便啊或什么的 这部分是很多碰到很多人最常问到我就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就是 其实从这些 这些的故事当中我常会有一种很深刻的一种感受 就是说其实我们限制了很多孩子本身他的一个探索自然的机会 也许是一些草地 然后一些他可以去摸草地 他可以很自由自在的跟自由当中解放 但是我们没有往往没有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常常我们限制了孩子一个身这个自我的感官的探索的发展 所以造成了我后来其他的学习上面来讲可能会有些困难 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孩子我们发现说他可能会花到很多的时间在电动玩具啊 或是说迷恋在那个电玩上面 那 我不知道这样子讲 会不会 这个让其他人会觉得说 会不会在讲我 其实事实上我们会让小朋友花很多时间如果在电玩上面 会让他觉得说好像他的灵性的部分会被掩盖 那事实上是很可惜的 所以呢 我们如何让孩子在他的生命当中的敏感期 其实在我自然教育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试图希望能够去把这一部分把它做更多的延伸 那其实因为在做自然教育的部分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报纸上面在讲 不管是说今天很多个社会的一些问题啊 那我觉得真的是要回到我们最原端的这个部分 特别是父母跟孩子的一个亲子的一个情感的兼构 这部分其实是 也许我们如果更早时间能够陪伴孩子 将来呢我们会发现说 我们会发的一些处理他未来的问题上面来讲 可能会比较少一点 我觉得我不是从 我不是一个学幼教的人 但是我非常知道说 呃 在我过去去领略自然的那一个点点滴滴的过程当中 我带孩子去走进大自然当中 其实是让我不仅去感 让孩子去陪带他去看到自然的部分 而是我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个孩子本身的生命的独特性 我觉得父母如何去去很敏感的去看到生命的各种不同的展现 这事实上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 呃 我觉得如何 如果说我们让孩子能够进入自然当中 去感受生命的各种多样面貌的时候 那事实上是不仅是开拓了生命 孩子的一个氛围跟视野 其实也让我们更 更能够看到孩子的本质 呃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 在那个情形当中 引导他真的进入到大自然 其实是需要一些 呃 独特的一些观念跟观察的 那么包括就是说 你怎么样让他学习去倾听 学习去 呃 理解生命的一些很有趣的部分 而不光是单向的一些知识上的传导 像我觉得我自己 常常会在自然当中会有一些状态 就是我每一次 呃 都会呃 试着要跟小朋友介绍说 啊 这是什么动物 这是什么植物 却忘记了说 其实小孩子是在大自然当中 去真的是 呃 用他自己的灵性的部分跟自然互动 那我们却急的要去分享很多事情 那 我自己的感觉是说 呃 特别要带孩子 如何在对于自然发生兴趣的时候 那真的是一个 需要去唤醒热忱 必须要把他心中的对于自然的渴望 那个部分先掌握得到 然后才慢慢的让他去一步一步 去感受到自然的氛围 自然的有趣 但重点是他如何在自然当中解放自己 如何去玩 那大人本身自己是不是 就是我们自己其实 呃 本身是具有这样子的一种敏感度 我自己碰到很多的朋友 他跟我讲说 其实他在野外他会怕蝴蝶 他说我很怕很多动物 但是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的孩子好像很需要接近大自然 但是我自己本身很害怕大自然 我怎么去做 好 其实我后来跟他建议说 那你如果说 你本身有那种害怕在那里 那可能是你从小很多的 可能某些的经验 负面经验 慢慢累积出来的 但是也许你可以找一些伴 然后大家试着 一起去 呃 去参与某些的活动 那有些达人来带着你一步一步去 呃认识这样的一个自然 比你自己看到蝴蝶毛毛蟲在那边尖叫 然后孩子直接受到你的影响 可能来得更有效 所以我觉得呃 不论是不是自己来带 或是说绝对父母来带 可是小父母都可以 绝对可以给孩子的呃 一个机会 让他去呃 去能够去探索自然 而不要被自己的一些观念陷入为主 给阻断了